大家好,我是陈波 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到逐渣器的学习当中 我们先来学习逐渣器的语言 那么什么是逐渣器语言呢? 为什么又会有逐渣器语言的存在? 逐渣器语言其实就是编写逐渣器所使用的语言 跟我们的C增加加Java等编程语言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逐渣器语言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固定渲染管线,什么是可编程渲染管线 固定渲染管线其实就是只可配置的管线 我们如果需要实现不同的效果 我们就需要打开不同的开关 那么这种方式就有一个弊端 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开关来组合不同的效果 可编程渲染管线 其实就是将很多可配置的开关改为了可编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来实现各种效果 既然是可编程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编程语言 GPU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的汇编指令集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汇编指令集来进行编程 我们可以在MSDN上面看到部分的指令集 比如在这里有绝对值,有加法,有比较,等等 有点程,那么有矩阵的乘法,有相成,有负值,有mine mine就是最小值,等等一些指令 但是使用这些汇编的指令集来编写shader 对于我们来说感度非常大 那么因此也就出现了高级的组合器的语言 我们编写的高级组合器语言 最终会被编译成这些对应的汇编指令集 在OpenJu中,高级组合器语言为GLSL 在DX中,它的高级组合器语言为HLSL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高级组合器语言 但是目前的高级组合器语言的语法都是类似的 而且这两个他们的语法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这两个它是我们当今的主流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HLSL和GLSL的语法 同样我们可以在MSDN上面找到HLSL 那么这一个就是HLSL 我们可以在维基百科上面找到OpenJu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语法其实非常类似 比如这里 他们的语法也是类似的语法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系统的学习一下 高级组合器语言的语法 我们先来看标亮的类型 标亮一般有富人型表示真或假 有int型 一般为32位 有符号整数 有half就是16位符点数 它其实就是float的一半 那么就有float为32位的符点数 对应的还有double 为64位的符点数 那么这里可能就会有同学说 我在其他的一些3D的编辑器里面 或者说工具里面 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 比如我们这里就以Unity3D为例 我们打开我们的Unity3D 然后打开我们先键的shader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它还有一个fix的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又是什么类型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关键字 它们就是TypeDefine和Define TypeDefine它与say增加加的功能一样 它的功能就是给某个类型指定一个别名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float指定为point 然而我们就可以用的point来定用的变量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float来定用的变量 我们可以在say里面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先导入我们的裤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给我们的系统之带的类型取一个别名 比如我们可以将int型命名为mine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mine来定义我们的变量 比如说i等于5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inter来定义我们的变量 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一起看一下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成功之后 我们就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输出结果为i等于5 j等于6 那么其实这里脉子i等于5 其实就和我们用int来定义的效果一样 那么这一个就是typedefine的功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define的这一个关键字 这一个它其实是红定义 它的功能就是使用我们定义的字符串来替换我们定义的名称 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改我们刚才的代码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定义的字符串来替换我们的名称 那么我们就给我们的名称取名叫脉子2 那么我们的字符串就为int 它的功能就是用int这一个字符串来替换我们的my字2 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用my字2来定义我们的变量 同样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编译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出的结果里面就有l等于意思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define的这一个关键字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fix的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hader里面 它引入了udtcg.cginc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肯定会存在于udt3d的安装目录 我们可以在unit3d的安装目录里面找到它 这里有一个cginc的文件夹 那么在这里就存在了udtcg.cginc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它在这里引入了一个叫udtshader variables的cginc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其实也就是在它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同样的文件存在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它在这里就引入了一个叫hlslsupport的文件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有一个hlslsupport的文件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文件里面没有引入其他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就有可能是我们的根文件 我们翻一下它的代码 我们就会发现 它在这里将half定义成了fix的类型 那么也就说明了我们的这一个fix的类型是从何而来的 它针对不同的平台 定义了不同的平台的类型为fix的 比如在这里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opengls3的话 它就将这个类型定义为了fix的等等 那么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unit3d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 那么为了方便它管理 它就将不同平台上面的类型 整合为了一个或者说多个类型 那么也方便我们开发 因为我们只需要关注 unit3d它提供的几种类型机口 至于背后它是其他什么样的类型 我们就不需要关心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向量的类型 向量的类型一般有三种 分别为2d的向量 3d的向量和4d的向量 向量的类型都是使用有点数 那么这里我给出的是flot2 flot3和flot4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几个其实也是向量类型 只是它们的浮点数的数据为16位 那么如何使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定义flot4 i等于flot4 1234 这后面这四个就分别对应了它的四个人数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2d的向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flot2 i等于flot2 那么3d的向量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使用起来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那么向量类型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一个 叫符合分量的东西 那么符合分量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它是一个向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 获取到它的每一个元素 在零点程序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 它来获取到xyzw x就是它的第一个元素 y是它的第二个元素 z是它的第三个元素 w是它的第四个元素 那么在片段组合系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它的RGBA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UT3D里面的 我们换一个demo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取到了它的RGBA词 那么这种用法 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分量的用法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样用呢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小的demo 看一下 比如在这里 比如在这里 我们可以返回XXXYZ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球体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球体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删掉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返回了它的X,X,Z,Y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它的RGB来替代 比如说返回R,R,R 那么我可以返回GB,AR等等 这样写都是可以的 那么它追踪的效果是什么样呢 它其实它的效果就等价于 那么它的效果其实就等价于RT的第一个元素 使用的是Color的G 第二个元素使用的是Color的G 第三个元素是使用的A 第四个元素是使用的R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返回回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里报错了 看一下它报了什么错 返回的是一个 哦,这里我们少了一个分号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这样写的效果 其实和我们这样的效果 G,B,A,R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符合分量的用法 它这个用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写的这一个对应着我们的目标 就是符合分量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矩阵的类型 矩阵的类型 矩阵的类型提供了三种 有二伸二矩阵 有三伸三矩阵 有四伸四矩阵 一般为Float二伸二 Float三伸三 Float四伸四 在某些平台上面它可能叫Mate2 Mate3 Mate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HL SL Supporter的文件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矩阵的类型 比如这里有Float二伸二 Float三伸三 Float四伸四 其他的没有了 那么这个根据不同的平台 它其实有不同的类型 在UVT3D里面 它就是使用的Float二伸二 Float三伸三 Float四伸四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数组 数组跟我们平常的编程里面的 数组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我就不再进行多说 然后就是结构体 结构体定义的方法跟C Ci加完全一样 但是结构体它不能够包含函数 结构体的关键字为Struct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Struct Input Float三 Position Float三 Normal Float三 UV0 Float二 UV1 那么这一个数据结构 就表示了我们的输入的数据 然后就是变量修饰符 就是Telic Duliform Hans 等等 那么它们都用来表示常量 常量指的是在组合器里面 不会发生变化 我们也无法修改的量 最后就是类型转换 在高级组合器里面 类型转换非常灵活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写 Float三 N等于Float三 100 我们也可以将 我们的向量类型 和我们的标量类型 结合起来使用 比如2.0 乘以N 减去1.0 它本次就是将 2.0 乘以N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再将每一个元素 减去1.0 数值给Float一的 对应的每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它的 符合分量 比如在这里 我们可以使用2.0 乘以N 点XYZ 减去1.0 那么这样 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将会学习 运算符和控制流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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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